大家好,我是Steve,多伦多REMAX地产经济 今天是2023年的8月3号 刚刚给客人做了报告 关于多伦多威楼调地区的豪宅市场 当然了,大家对豪宅的定义不一样 今天主要讲的威楼调是翻新的 差不多是5060的LOT乘以130到150的 翻新的豪宅 那价格差不多就在300多400万左右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就觉得 那就是豪宅了,对吧 那你说有一部分人说 这个房就是普通房 只不过翻新现在大了一点 真正的豪宅应该七八百万,一千万 多大多大 OK,那是另外一个定义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威楼调附近的豪宅 它到底扛不扛得住了 以及现在的市场 说白了 现在大家都不太好过 都不太好过 但是豪宅的价格并没有怎么往下跌 为什么我们过一会儿会讲到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继续往下看 讲哪一块呢 Young Finch Area 50乘130LOT 威楼调 这是Finch Shopper OK 威楼调East West Newtown Brook East West 主要是这四块 那如果对San Andrews Mingfield 我还有带客人是在Forest Hill这边 不过这个房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这一块跟Young Finch 跟Forest Hill 房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房 如果有兴趣的 你可以subscribe一下 接下来我们讲 OK,今天我们就是讲这样子的 在Young Finch左右 这样子的翻建房 50的LOT 这样的翻建房市场怎么样 回头我们再出个视频讲讲这个 今天时间不够 那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整体的市场是在怎么样 是在下调 对不对 那Young Willow这一块 它的地 说白了 它是分三种房 一种是地 纯地 就是房 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一种是房 它拿来可以出租的 一种就是全部的翻新的房 最难拿在手里的 就是全部翻新的房 它拿在手里 它的成本非常高 因为呢 有几种开发吧 第一种是我建了这个房 我自己住在里面 这个还行 第二种呢 是我自己建了这个房 我自己不住在里面 但是我的资金非常的雄厚 那比如说我拿地的时候 我没有用贷款 那我建筑的时候呢 我用了一部分建筑贷款 那大家可以知道了 现在地的贷款可能是56% 对不对 那建筑贷款现在甚至都超过10了 那么这个贷款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我都是cash 我就拿得住 我们过后会讲到建筑成本这个问题 就是他 现在呢 他便宜卖了 他可能就亏大房 OK 所以呢 大家会看到现在市场上呢 反而是新房 全新建好的新房 他货源非常的少 并且在卖的价格 没有怎么往下走 也有调整 反而呢 是有一些地 被刨出来卖的比较多 为什么呢 有些人拿不住了 拿不住了 他拿出来卖的 首先呢 我们可以来看这张表 我又开始了 我们又开始讲表了 我的视频比较无聊 都是干货 比较无聊 因为投资上来说呢 你自住房呢 你进去 你看这个房 OK 你看完了 你觉得这个房我很喜欢 它装修很好 风水也很好 什么什么都很好 对吧 然后价格差不多 我就买了 但投资上来说呢 你一定要把数字看准确 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秋天的时候 为了带这块特别的特殊 如果你是在2017年 抢进去的 OK 我们来看 先看这张表吧 OK C14这一块 然后这个是所有的detach的房 OK 独立屋包括 是要翻建的 包括已经翻建完了 包括中间的那些 十几二十年前翻建的 它都有 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 这个peak的时候 它是均价值到多少呢 267万 一直到2020年的2月份 三年之后 有没有涨回来 还没有 还没有 大部分的房 它就已经差不多 是已经回过来了 大部分的房 包括我们看整个多伦多 这个是整个多伦多 大多地区 150万的均价 2020年 它其实是回来了 C14有没有回来 它没有回来 因为这些地方 它属于一个爆炒的地方 对市场波动非常的大 并且有很多人 它关注这里 所以一发现 哇 这这么赚钱 它就冲进去了 那冲进去 冲的越高 死的越惨 OK 所以要特别小心 这些带一定的投机成分的 那么2020年的February 它还没有到 什么时候到呢 2022年的Peak的时候 它才差不多 比2017年的Peak的时候 看我那么一点 OK 那现在呢 它又回过来了 我们看到 2022年底 其实是最低的 对不对 in general 它是最低的 inventory最多 整个多伦多也是 它的价格呢 差不多是到了210万 210万调下来了 调下来 210万是在哪呢 2020年的 在涨之前的价格 它是到了 这个时候 这个只是C14的数据 你包括在Villowdale East Villowdale West 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在市场里的 大家都非常有感觉的 就是这边出来的地块 不是大房 地块 只要出来了 两三天肯定被人买走 没有任何的condition 什么意思呢 绝对是投资的 绝对是做开发的 他们在买 他们觉得那个价格 已经对了 到时候呢 是有利润的 那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你不是在 最高点 它冲进去的 不是在这个点 冲进去的 你现在是有利润了 我们来回来看这个图 这儿我没有 做这个2017年的数据 但是你比如说 我在2020年秋天的时候 在这个160 Villowdale East 50的Lot 160进去的 那我现在呢 市场是在180 利润不大 利润不大 但是我如果在中间脱手呢 对不对 利润很大 他每过多少年 他会有这么一个 会有这么一个face 所以呢 就会有很多开发商 他到了这个价格之后 他觉得 差不多可以买了 他就买进去了 或者开发 或者hold 那么 当然了 你纯买地块 那个地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你就要hold它 那现在多伦多 还有什么 Vacom这个tax 对吧 Federal有这个Vacom tax 所以就比较烦 比较烦 所以现在呢 反而是有一些 房很破 但是呢 还在可以出租 就是说你要出租上 五六年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那些房还挺popular的 OK 那现在的整体的价格呢 我们这个是 这个看着有点乱 我整理了一下 OK 整理了一下 这个表看得清楚一点 我拿最比较focus的两个区 Villowdale 看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两个 这两个在一块 Villowdale East Villowdale West West它其实也有分 我就不细讲了 左边右边 Newtownbroke 那Villowdale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格 因为它的学区 Villowdale East的学区 非常好 Hollywood School 是排名第一的小学 然后呢 俄亥也是排名非常高的高中 所以说 什么东西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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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好的话呢 你看我们2020年涨上来之后 2021年 2022年顶点是230 进行了一些回落 回到199 就回到什么 在2020年最低的时候 它也就回到了2021年的July的这个情况 它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然后呢 现在呢 也就是在July的这个情况 上来的一点 这个大家 如果大家对总体的市场有什么问题 回去看我上一个视频 都差不多 上去之后又回去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是还没有大量的买盘进入 所以大家在等哪呢 在等它这个价格能不能 它这个是有成交的 但是没有大量成交 能不能再回去一点点 现在在186 186呢 它已经比2021年的July低了一点了 OK 那为什么它的新房的价格下不去 最主要的是Customer Home Cost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多伦多的Customer Home 现在2023年的Cost 可以从515到1130 为什么Range那么大 因为Customer Home实在是很难define的一个东西 我们去看房的时候 有看到比如说墙板 它直接是在Drywall上 做Win Scouting 做装饰的 OK 也有是整面墙 它贴木板的 那个成本是不是不一样 Right 我有见到Customer Home 它的 那当然了 大家这个地砖 高档的地砖的成本 是比地板其实要高很多的 对不对 有整个一层楼做地砖的 也有做地板的 这个是成本的不一样 也有看到有Customer Home 那个designer跟我说 他们一面墙的很大 一面墙的这个砖 它做得非常漂亮 OK 是透光的石头 然后后面打光做得非常漂亮 他说这堵墙这个砖 两万 OK 很多时候两万块钱 都够装修一个洗手间了 它一面墙的一个砖 所以说range这个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普通的房 Townhouse成本是200 之前Customer Home 之前是多少 150 涨了30% Customer Home之前 差不多是350 什么概念呢 350 4000 4000尺 差不多就是120 130万 那当然了 还有一些variation 一些小的这些cost都有 那现在4000尺 多少 200万的一个成本 我们再回来看这些数据 你就知道 为什么现在很多房 他没有办法降价卖 或者是他降价 他就不卖 他自己拿着 然后呢 他如果真扛不住 他就把地 他给他卖掉 OK 如果他地买得早的话呢 他把地卖掉 他会回垄一点资金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当然了 你地买得早 你赚钱两部分 一个是你建的钱 一个是你地的钱 对吧 地升值的钱 当然了 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来看 比如说2021年7月份 你买了一块地 那个时候呢 差不多吧 你就当是2018年的时候 你进了一块地 OK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 现在也造完了 那190万 你加上那个时候的造价 2020年2019年 那个时候的造价160万 你的成本是多少 350万 那个时候新房 2021年7月份 新房卖多少 388万 你说 好像也没有赚那么多钱 所以说呢 很多人他弄新房呢 他是 首先他买地 买完地 他自己翻建 自己住在里面也可以避税 然后呢 他觉得差不多了 他就去翻建另外一个 然后呢 回头呢 他再把这个卖掉 是这么赚钱的 如果你就是这样造了房 然后呢 用了这个construction的team 还是别人呢 给别人弄很多钱 你到回头来 可能赚不了多少钱 可能赚不了多少钱 这个是一个整个的系统 那为什么现在很难卖呢 你就像现在比如说 之后的地价 那现在这个六月份的地价是186万 OK 现在建造成本是多少 200万 你的成本是多少 380 那你是不是要卖到410 OK 你不卖到410 你都 你都 你都是亏的 所以说你现在是 现在这个市场上 你会看到 哇 这房卖了410 好像很贵 但是成本就要380 你会发现 380好像就是30来万 10%的样子 之前也就是10%的样子 好像利润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大家要做这个呢 一定要是整个系统 或者你干脆就买地 你买一个可以住的房 非常重要 可以住的房 把它出租 然后你就赚这个地的钱 那现在这个价格呢 差不多 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等 但是什么时候 这个市场非常快 年底我在看的时候 就钱可能一两周之前 都还是卖的比较慢 突然速度就放快了 就是两三天一个 两三天一个 然后你还没有去看 他就被卖掉了 这种时候呢 就大家兴趣 就是很多开发商 小的开发商就认为 这个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把价格顶上来 这个是威楼掉East 区 每个区不一样 如果你来看威楼掉West 还行 Newtownbroke West 就不行了 Newtownbroke West 2020年秋天的时候 价格是130万 现在价格是多少 145万 没有涨多少 OK 也很快就回到了 去拉21 因为那一块地方 说实话 你说他除了 Lot大之外 你说他已经在 Finch以北 地球站也远 你说有没有好的学校 他也没有好的学校 你说那个区怎么样 那个区也就一般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到 比较集中的地方 威楼掉West 就还行 OK July 2021年的July 7月份的时候 145 现在比那个时候还高一点 还高一点 现在是165 165 但是有没有可能 回过去 有可能 不太会了 就像Newtownbroke 这个不太好的区 你看你就回过去了 好一点的区 包括威楼掉East 2021年July的时候 他也回过去了 也回过去了 但是Newtownbroke 现在还没有 OK 他还是挺能抗 他还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他再往下走一走 我们看看8月份的价格 那这一块 如果说我想投资这一块 可能就要只先等一等 先等一等 好吧 就是这么大体一个情况 下一个视频 有时间我们就来讲 南边的情况 南边现在也是 都有在带客人 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给客人的视频 会更加具体一点 这里时间不够了 终于大家还是去看 我之前的视频 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几个时间段 8月15 9月6号 OK 9月19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 8月15跟9月19是CPI interest rate是9月6号 非常重要 因为说实话 这些南边的这些大房 现在叫价叫得很贵 你比如说像这个 可能是叫600多700万 但是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然后呢 看你什么时候买的 有些说实话压力也挺大 压力也挺大 那他最终怎么样 他只能降价 他只能降价 说实话这个贷款 现在这个问题是在这边 好吧 有任何问题请给我留言 希望大家甜甜好心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